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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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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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李宗盛 我说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所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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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经过的宏盛 修行人 出家人 我在家人不能接受你的出家人的顶礼 我们可以握手 这一位修行人 谢了 我们在心中握手 所以活在花端洗洗的心中 我从天上界来到时间 也都经过自己的心来的 你从台北来到 现在台中或者高雄 也是经过自己的心中来的 我说所以我们要感恩 感恩自己的心 要感恩自己那颗良心 有这一点 这一位修行者 阿古龙说 哎呀 谈心则 多啦 悟到心的 几乎微乎其微啊 那叫做虚无其念 一经已经讲了嘛 所以安心真经开示了 作业的构成 更明放心 构成 世间事 一切的烦恼的因 根和本 和元 和国 都是污垢的构成 当我们设定一个 对他人不利 诡谤他人的话语的时候 你已经是在放心了啦 所以我们随随便便 用不好的话语来批评他人 在骂他人 都是在放心 所以人事先最好的语言 可以找到新的语言 就是活络化 活络威啦 可惜我们的国家 教育啊 在两奖时代 从大陆来到台湾 对台湾人民 讲的活络威的时候 要花钱 我小时候读国小 到国中了 如果是被听到讲 活络化的时候 就要花钱 这非常没有智慧的 是在诽谤自己的 那一个良心的人 所想出来的点子 而你要来 占领管理台湾人民 台湾人民所讲的话语 就是活络化 是中国 中原的话语 河土落书 活络化 活络威 不是台湾的威啊 我帝约也在心中 在心中 台湾也在心中 哪来到台湾人的台湾威啊 所以过去这种 对语言的限制 都很没地乎的嘛 人也都死了啦 所以 是无常 那是念头说 想出来的点子 你想这点子用 当时讲台湾的话 讲活络化的 要花钱的 人啊 也死了 也无常 灭掉了 但是心还存在啊 心做宇宙虚空嘛 要跌了嘛 还存在嘛 活络化和一般的北京话 有天地之别啊 活络化 音是向内的 向心的 现在所讲的 我这个话语是外的 不负责任的 但是没有办法 就是要这么讲才听得懂 很简单的念佛 佛呢 佛在外面 分 在心花来 分了 我念分 分在心花来 你好吗 在外面 你好吗 问自己的良心 你好吗 我真好 你的好 我的好 他的好 他的好 大家都好 都心花来 心就像虚风那么大 相互的包容嘛 所以各位 菩萨如来文 来到世间 你要找到自己的心 不妨从火罗威 去找的话 你可以找到 你的心 原来是这么大 包容万生万物的心啊 各位微信闲事同修 心 就是 无限的空间都叫心 你所看到的天 都是心 你看到的海 都在你的心中 而你看到的海平面的上空 都叫做我们的心 海 就是恋 所以你看到的大海 浪花 就是恋 是无常的 上面是心 是宽广的 所以大海是恋 恋是无常 很快就过了 海水会高 会低 都是恋 这个又是心 所以海在心中 叫做廉池海 会火 会菩萨 这一点的真理很重要 所有你所看到的 没有障碍的 都是心 你看到有障碍 都是在你的心中 这样很简单 这是有分别的 念头 念都有分别 他是好人 他是坏人 他是台湾人 他是什么人 他是外省人 本省人 那都是念头所想的 最可怜的 这么想 有一次我到大陆去旅游 大陆的同胞 还说你们是台湾人 是啊 你们是外省人 是啊 我们在台湾也说你们是外省人 但是我到任何个地方 我都把他想的都是一家人 都是一家人 因为在我心中 念头在心中 我们的心有多大 地球以外都是心 地球 都是念 都是心 虚空都是心 这么大 所以星球 都是我们的念 而念在心中 所以我们的皈依信条 不要以黑暗的心念 以行为 黑暗 就找不到心嘛 念 也是 念念都是 不好的想法 电脑梦想 用念头 要来伤人 批评他人 批斗他人 就是没有开悟的啦 所以有一句话是宰相 度数能升船 船航行在海上 海上的空间 就是心 那相对的我们在世间上 都一样 你眼睛所看到的都是心 在心中 那可见我们的心有多大 我们的心真的很宽广 无量无边啦 也不要去想 想着念头 就是有限的空间 所以老祖书尊 要我们要修心 口就是念嘛 心宽广嘛 所以我也不希望 我们的维心闲事同修们 用各种的方式来伤害他人 用各种不好的想法 批评他人 以为自己很行别人都不行 那你就没有你的心 就不是心 若是我们每个人 你悟到心 要用心来主宰我们的身 身是念 那我们现在送经 积极的要送经 送更多的经 来传达给 空界灵魂界的圣神 这一种新的力量 可以消灾化解 台湾平安 世界和平 这是用心和念 用念头来做任何一件事情 有意与大众的事情 都工作 那么世界上 就是你心中 也是你的嘛 所以我们在 心中生活的一辈子 还找不到心 才有一句名言 不是庐山尊面目 主言 人在楚山中 庐山 就是我们的心嘛 一个比喻嘛 不是庐山尊面目 因为你在你的心中 心的面目怎么样 我们都不晓得 一直每天再来 想办法批读你 你批读他 斗争 发生各种的战争 所以你这个都是在放心 所以这个 一个人若说成构 构成 黑暗的详华 那么多的 不好的思想行为 都叫构成 我们更明 放心 就是毁谤自己的心 因为所有事件上都都在你心中 以色虚空都是你的嘛 那你还在计较什么 所以各位同学们 老鼠要我们修心 今天这一节非常重要 我们要多多的领悟冷静 虽然一来的话 我们的人生会很快乐 这一生就不会白跑 好 我们要回归到自己的极乐净土 极乐净土在灵魂界空界 也是在我们心中 极乐净土是我们的念 天国也是我们的念 上帝的家也是我们的念 也都在我们每个人 最新的心中的来 所以若是每人人 能够用心来相关怀 归应 世界绝对不平 人间绝对成为一块净土 这即是维新世界 维新政府的成就 祝福各位